今天很高興看到各位旅美嘉的校友們回到臺灣 今年是空軍子弟學校建校 90 週年 我知道大家都特地從海外回來 帶了珍藏的照片和文物 回來臺灣參加 90 週年的特展 我們都很期待這個展覽 可以讓更多的國人朋友了解我們空軍的歷史 我們的校友演藝會 除了在海外舉辦空軍特展 出版軍史書籍 每年的國慶日 也舉辦升旗典禮等活動 凝聚了我們僑界的鄉親力 也替臺灣做外交 讓臺美的民間有頓多元的文化交流 我也要藉這個機會 感謝我們的團長和各位團員對深化臺美關係所做的貢獻 現在臺灣和美國 無論是在經貿 產業 外交 都有更緊密的互動 我們兩國之間的堅持友誼 也需要我們每一個人持續共同努力 讓區域安全獲得正向的發展 在過去這幾年 臺灣推動各項的國防改革 在國防制度上 我們也逐漸看到成果 像是臺灣自治的永英號 已經交集27架 國建國造的海昆軍艦 也已經完成下水典禮 我們的國軍也積極地和國際上的民主夥伴加強交流合作 汲取實戰經驗 用行動告訴全世界我們守護國家的決心 這次 邱委會也特別安排了國防部 空軍司令部 以及多個空軍基地的拜會行程 讓各位了解我們的國防改革成果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國際上的經驗 和國軍弟兄姊妹多交流 互相學習 最後 我要再次歡迎各位回臺訪問 也希望大家繼續做臺灣在海外的麥克風 替臺灣來發聲 把臺灣的聲音傳出去 協助政府推動外交工作 共同為國家來努力 祝福溫節次的行程圓滿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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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